今天的全球大特條 我們請來國際中心的主播 讀細加入我們 讀細早安 宇如早安 宇如早安 各位觀眾朋友早安 今天要討論的是 很重要財經界的大事 大家等這天等好久 因為全球最受關注的股票 輝達在稍早的時候 公布了最新一季的財報 結果究竟是粉碎 大家對AI的樂觀情緒 或者是為AI推動 漲勢又注入了信心呢 我只能說 輝達真的是不會讓人失望 因為它的表現是 再度超出了各方的預期 第二季 營收是300.4億美元 直接就超出市場預期的 287億美元 那年增率也來到了122% 這聽起來數字滿亮眼的 但是分析師就點出 輝達財報至少要呈現兩件事 才算是機下號對不對 沒錯 其實光看數字是不夠的 那分析師就說了 輝達得要來說明 Blackwell的發貨延遲的問題 並不是因為有結構性的問題 那另外也必須要看到了 黃仁勳大推的資料中心的業務 激增必須要有一個強勁的走勢 今天的全球大頭條馬上就要帶大家來關注 被認為是全村的希望 那這週可以說是再度接管了市場走勢的回答呢 就在剛剛美股收盤之後公布了最新的財報了 那究竟眾所期待 回答是不是可以繼續領跑 已經奔馳了好一大段的大科技股 再衝上歷史的新高呢 馬上就帶大家來看財報的數據 那第二季的收益是再度超出了華爾街的預期了 穩健的季度增幅呢 也為第三季提供了更加強勁的前瞻性指引 所以就有預估了第三季的營收呢 會達到325億美元 年增80% 上下浮動大約是兩個百分點 這同樣也是高於分析師所預估的平均值 317.7億美元 那雖然說呢 好像是沒有打動投資人的 因為我們看到 回答股價其實在今天盤後是下跌的 不過如果我們回到第二季的數字來看的話呢 只能說不愧是回答 我們看到每股盈餘是68美分 也高於預期的64美分 那營收呢 就像剛剛提到的是300.4億美元 高於預期的287億美元 雖然說比不上先前是連續三個時期的同比增長 超過了200% 但是季營收年則還是有122% 那本季的淨利潤呢 則是從去年同期的61.8億美元增加了一倍多 達到了166億美元 那本季的毛利率 則是從上一季的78.4% 微幅下滑到了75.1%了 但是仍然是高於前一年的70.1% 那回答就預估了 全年的毛利率會維持在70%左右 那以分析師非常關心的這個資料中心的業務來看 這季的營收表現是非常驚人的 直接就增長了154% 那達到了263億美元 占了總銷售額的88% 那如果大家還記得 其實呢 在資料中心起飛之前 揮答呢 是以遊戲業務來起家的 那遊戲業務的營收 雖然說漲幅啊 沒有到這樣動輒破百了驚人幅度 但仍然是同期增長的16% 達到了29億美元的規模 那部分呢 就是要歸功於PC遊戲卡出貨量 以及遊戲機SoC的增加 那另外啊 其實揮答也會高階的圖像設計師 還有汽車跟機器人來生產晶片 那在圖像業務的部分 是成長了20% 來到了4.54億美元 那在黃仁勳呢 一直說要大力來發展的機器人業務呢 收入是來到了3.46億美元 那就像剛剛提到了 在財報公布前啊 分析師和投資人都特別關心呢 有資料中心營收的表現 那另外呢 還有就是回答現有的 Hopper系列晶片的需求 以及新推出的功能 更加強大的 Blackwell晶片系列的交貨時間表 因為之前是傳出了 非常罕見的延遲 那回答對此就表示啦 Hopper的需求 依然是非常強勁的 並且會在未來兩季 增加總出貨量 那很多客戶都在等待的 下一代AI晶片Blackwell呢 就會在第三季來發貨晶片的樣品 並且對產品來進行更改 以提高製造的效率 回答財務長也發布聲明表示了 在第四季度呢 就預計了Blackwell的收入 會達到數十億美元 那其實黃仁勳本人啊 就在發布財報之後呢 也在台灣時間早上六點半 接受了彭博資訊的專訪 是親自要來穩定投資人信心 總之啊就是要大家 變驚啦會賺錢的 其實華爾街啊 之所以會如此的密切關注揮達呢 就是要以揮達的表現呢 來衡量整體科技 以及AI產業的永續性 畢竟如今啊 揮達的市值規模 是比標普500指數成分股當中 95%的公司總市值都還要更高的 那其實對投資人來說啊 也是非常習慣呢 會看到揮達是在排行榜上 占據榜首的位置 這就鞏過了揮達在投資人心理中的 關鍵作用了 那除此之外也非常明顯的 揮達在影響其他廣泛流行的 投資工具方面呢 也發揮著至關重要的作用 Despite the fact This market cap has grown to the size that it has The volatility is still with us That's usually not the case Usually as companies become larger We expect a maturation in their business And as a result We're less jumpy about the stock price from day to day Nvidia is just a different thing entirely It's its own self-contained casino In the stock and options market 揮達真的可以說是當前這股AI熱潮的 最大受益者了 股價呢在2023年我們看到 是飆升了將近240%之後 在今年呢到目前為止 也是上漲了150%以上 那當然也有許多人啊 可能在這一年多以來 都持續有這個疑問 揮達的股價 那究竟還有多少的上漲空間呢 這個問題啊 恐怕沒有人能夠真的來回答了 但是呢也無可否認 投資人還是有一些感到不安的理由 首先就是炒作與現實的差距 那第二個就是泡沫化的風險了 投資人真的很難去忽視啊 資本支出其實正在飆升的事實 那也非常擔心了 AI基礎設施上的支出 不太可能可以在短期之內呢 就產生有意義的回報 那對於那些看好AI長期前景的人來說 真的必須要來保持耐心 那另外其實有另外一派的人馬呢 就對於揮達股票 是否是被過度的炒作 而大型科技公司 對於GPU的需求持續性呢 就有所懷疑了 美國銀行分析師就警告了 市場啊恐怕真的是 低估了揮達的風險 但確實啊 我們還是可以看到 這個市場是持續透過揮達的表現 來瞭解關於AI的前景 那以藉此呢要來看清楚 未來究竟對於晶片的需求會有多大 那我們看到 從事科技相關房地產的所有權收購 重新地位和管理的不動產投資信託公司 他們就以自身的業務發展來看 對於整個AI的趨勢仍然是非常樂觀的 好接下來我們來轉換心情呢 帶大家看到同樣是在今天稍早的最新畫面的 就是在台北時間的凌晨2點呢 第17屆巴黎的帕拉林匹克運動會是正式開幕了 那比較巴黎奧運的模式啊 同樣呢這個開幕式是走出了體育館 就由各國的代表團從巴黎地標凱旋門出發 新京全球最美的大道 也就是香榭大道 那接下來呢就再走到了協和廣場 同時啊也同步進行一些儀式啊 還有藝術橋段的演出 不過不知道各位觀眾朋友會不會好奇啦 這個為身心障礙者而舉辦 簡稱為帕運或是帕奧的帕拉林匹克運動會 名稱究竟從何而來呢 帕奧呢其實是由希臘語的介詞para 也就是旁邊或是並行的意思 那再加上奧林匹克 Olympic的lympic來組成的 這就表示啦 這是一個跟奧運地位平等平行舉行的運動會 所以這樣的平等 就是帕奧呢非常重要的精神 就是一個很大的機會 去開眼睛 去看相同的機會 去看一些超級的運動會 我們有不同的接觸 你看看比賽 比賽跟比賽 所以我認為 我們要看比賽 要看比賽 對比賽 那其實帕奧的logo啊 也跟奧運的五環是不一樣的喔 帕奧的logo是以紅色 藍色和綠色呢 來代表人類最重要的三個構成要素 也就是心靈 身體以及精神 那同時呢這也代表了 怕要將全世界各地的運動員呢 全都聚集了在一起 那今年呢 有來自一百五十多個國家 超過四千四百位的運動員呢 要在二十二個運動項目當中 來爭奪五百四十八面的獎牌 那其中啊 當然就包括我們的台灣 對了 我們今年是總共取得了七種運動項目 總共有十三席的參賽資格 就包含有桌球 羽球 射箭 跆拳道 田徑 建立以及柔道 那其實就是從今天下午開始喔 在羽球項目的部分 包括女子雙打的胡光丘 還有楊一辰 女子單打的蔡依林 還有男子單打的方正宇 還有呢就是在跆拳道 男子五十八攻擊級的蕭翔文 還有五度征戰帕奧 有兩度是奪童的男子反曲弓 射箭阿公曾龍輝呢 都會上場征戰了 所以也在此要邀請各位觀眾朋友 我們一起來當後盾 為我們的台灣隊好手集氣加油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球大頭條 我是土戲 把時間鏡頭交換給余如